在我们南京有一家特殊的面包房 参与工作的不是普通的糕点师傅 而是一些被称为喜憨儿的心智障碍人士 我曾经多次采访这些可爱的糕点师傅 有一年中秋节我还策划了一个公益活动 采购他们的月饼送给留守儿童 双方都获得了爱 我们叫做爱的月饼 当年这个月饼那可受欢迎了 中秋节前好多天月饼就全部受庆了 我当时所在的城市频道 很多知名主持人大林聂奇亚冰 都和喜憨儿们一起学做月饼 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记不记得这项技能 喜憨儿们年龄上已经是大人了 但是心智还只相当于几岁的孩子 为了能像普通人一样工作 他们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 花出备于常人的精力 很多企业愿意献爱心 为喜憨儿们提供经济方面的补贴 但是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007年爱德面包坊应运而生 不同于普通的供应项目捐款 在如何帮助喜憨儿这个问题上 爱德面包坊想的更长远也更深刻 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获取他们应有的劳动价值 让他们享受有尊严的人生 不仅仅是施舍 而是他们自己要创造价值 面包坊对于喜憨儿们而言 是归属地是乐园 更是第二个家 喜憨儿的成长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希望 从原来的只要能够吃好穿好 到如今家人们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未来 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他们的努力阳光和积极 也让我们得到了治愈 9月5号是中华慈善日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支持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走出家门学习专业技能 和正常人一样参与工作